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鬼话 即便是在繁华的大城市上海 也不乏规划失败的例子 一 凤贤区海湾镇 2007年 一个世界级的规划落在了南上海的海湾镇 一个远离上海市中心 却紧邻大海的 名不见经传的小镇 那年12月 全球的开发商龙头 中国有名的城市规划专家以及凤贤区领导 一同参加了一场高峰论坛 论坛提出了一个高调的口号 打造世界第九大湾区 随后 沪上媒体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宣传广告也屡屡出现在新闻版面上 论坛主办方甚至买下了一家报纸的整版 打出一句令人心动的广告 错过事过错 未来世界第九大湾区 背景是碧海 蓝天与金沙 一个成功男士正惬意地拥抱阳光 当时 这份超高规格的规划看起来颇具可行性 上海作为沿海大都市 始终缺乏海湾度假区 而凤贤区海湾镇又位于杭州湾北岸核心位置 拥有十几公里长的海滩 还有大块功能多样的腹地支撑 且气候宜人 很适合填补这一空缺 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目标 政府当初给的资源是源源不绝 首先通过凤贤大学城 给了原始人口 当时 迁入了上海师范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两所重点大学 以及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上海旅游专科学院 又从外地花仲金运来沙子打造了4A级景区碧海金沙 其他重量级配套有国际风筝放飞场 东海观音寺 滨海知青文化广场 文化一条街 松生马树俱乐部 游艇基地等等 随着招商 世贸两大知名地产商接连进驻 人们似乎已经触摸到了海湾的美好未来 一个比肩纽约长岛 东京湾 香港潜水湾的 高端国际生活度假区 理想很丰满 然而现实很骨感 世界第九大湾区没能建立起来 还被人们称之为是上海鹤港 属于上海投资的绝对禁区 交通 生活配套的不足 以及前期过高的预期 甚至让海湾镇的房价 在2011年到2015年间不升反降 来这里的炒房客 有一个算一个 统统脱不了身 2021年5月 上海的二手房均价为6.9万元每平方米 位居中国第二 仅次于深圳 与此同时 海湾的二手房均价却仅为1.65万元每平方米 还不到上海均价的四分之一 你可能以为1.6万的价格已经触底了 然而在二手房买卖平台上搜索 还能发现大量均价低至1.2万平方米的豪华别墅 还有总价仅为90万的两房一厅 更为夸张的是 当地的大学生租房都可以住在这样的豪华大别墅 在某论坛上 一个招租启示显示 别墅里有红木家具 复古灯饰 专门的健身场所 休闲的亚马哈钢琴角落 独立卫浴 往外看去 周边还都是优美的绿道和大自然的蛙鸣鸟叫 而在海湾这样的房子 租金最低只需要900元每月即可入住 海湾的租售比之低 让这里的房东每个月收租时 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当时大量被套牢的业主 在论坛上发出一片哀嚎 直呼海湾为千年老坑 住宅卖得了 写字楼可不好招商 于是大量写字楼烂尾 以至于成为探险爱好者乐园 没有人愿意浪费宝贵的房票 投资客找不到接盘侠 自觉离场 开发商也不再热捧当地 政府手中没有余钱 无法完成红尾蓝图 因此两条地铁都暂不延伸到海湾 有的人表示 海湾太过偏远 交通跟不上 鬼也没一个 在老上海人的眼里 去一趟凤贤乡 当于去一次乡下 海湾位于凤贤区东南部 距离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 足足有50公里 从这里驾车出发 最快的路程也要耗时一小时17分钟 更重要的是 当地的基础交通建设很不发达 当前海湾人的主要出行工具还是班车 当初预计2012年通车的地铁五号线南沿段 在2018年终于开通 但也仅仅停留在了凤贤新城 距离海湾还有10公里远 如果乘坐大众交通工具 从上海市区人民广场前往海湾 则需要足足两个半小时 此外被称作上海鹤港的海湾 与鹤港确乎有着诸多类似的地方 比如缺乏稳定充足的人口流入 以及没有强劲的产业支撑和足够的工作岗位 海湾总面积多达122平方公里 截至2019年末 常住人口仅为2.9万人 属于典型的地广人数 当地最大的支柱产业就是旅游业 当初所谓的海湾梦 更多的只是飘在空中的口号 难以落地 上海宝山美兰湖 可能是前十年中 上海房产投资者们心中最大的痛 2005年的时候 远离上海市区的美兰湖板块 被包装出炉 规格之高 引无数人前去买房 结果房子卖了 当初说的规划设施 基本一个也没实现 更被人们抱怨是 魔都坑爹三大湖之首 美兰湖小镇 原为上海宝山罗电的北欧新镇 是上海市重点建设的 一城九镇项目之一 小镇占地面积6.8平方公里 拥有美兰湖景区 近300亩水域面积的美兰湖 是上海市第二大人工湖 美兰湖的规划始于一城九镇 当时的思路是在上海郊区 建设九种全球风格的小镇 而美兰湖对应的是北欧风格 美兰湖小镇的原型 是瑞典最大的湖 梅拉伦湖畔的小镇西格图纳 美兰湖也是中国十大山寨小镇之一 极高的定位也给了开发商信心 远洋一致千金 将远洋博宝打造成亚洲十大豪宅 要知道这个名单上的常客 都是汤城一品 绿城黄埔湾级别 这一切也反映到房价上 资料显示2010年美兰湖别墅 就达到3万至4.5万元每平方米 然而直到现今 美兰湖还有众多二手房成交价 也仅在2.7万元到2.9万元每平方米 就算在楼市火热的时候 二手房成交价也才4.5万元每平方米 在于当时的规划几乎都烂尾了 现今商业园区冷清一片 美兰湖奥特莱斯2009年1月份开业 当时的定位极高 美兰湖奥特莱斯将成为本市 唯一可以乘坐地铁到达的大型销品商 然后自2009年开业 一直经营不顺 撑到2018年关门倒闭 目前只有几个残存的海报 还在宣示这里曾经也是地标 不过马上就被改造为幼儿园 与奥特莱斯相同命运的是北欧风情街 美兰湖最早于2005年开始启动开发 北欧风情街就是这时的产物 后来一直是该区域核心商业配套 北欧风情街刚出来时火了一把 后来人们见多了就没人来 商店纷纷倒闭 到2018年也运营不下去了 后来强制清除商家重新招商 即使外力面重新粉刷 重新招商是以餐饮为主 但也是冷清一片 当然最凄凉的还是皇冠假日酒店 开业后就没多少客流 后来就干脆关门了 现在这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堂 俨然成了附近农民工的宿舍 还有的人表示 最坑的配套当属诺贝尔科技公园 这个公园只在开发商砂盘上活跃着 却从来没开放过 起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开发商卖房子 规划中的中福会幼儿园 后来牌子都撤走了 规划中的中学 弃八年都无法招生 后来被媒体曝光后才招生了一两个班级 谁会去读书呢 说好的重点学校规划 变成了罗南中心学校美兰湖分校 处于美兰湖核心位置的美兰湖会议中心 曾经也是让人心潮澎湃 绝佳的视野 三万方以上体量 国际化定位 然而开业后冷冷清清 基本没人预定入住 为了维持生存 只能将二层租给别人做成饭店 唯一运营正常的配套是高尔夫俱乐部 据称会员门槛高达三百万元 多数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司机 载着领导过来的会员 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有的人吐槽 指望当地的两万人 高尔夫会所也会早早地关门大吉 除非像李嘉诚一样 每天六点开始准时打高尔夫 否则住在高尔夫球场附近 意义也不太大 后来整个美兰湖区域商业配套 就是一个世纪莲华超市 县城市幽湖商业中心 郊区型宝龙广场 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等商业配套 甚至居民引以为豪的美兰湖 都因为疏于管理变得脏了起来 随处可见游客丢弃的烟头 至今矿泉水平等 有的住户表示 在美兰湖买菜不方便 逛街不方便 没有好的学校 没有好的人文配套 唯一能够享受到的 只有江上之明月 山间之清风 在2021年初有媒体曝光 长江口大建空城 就是绿地长岛项目 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 准确来说 离入海口只隔一道堤坝 已经建好了一大片住宅区 绿地长岛开发商重合置业 是世界500强绿地控股旗下的公司 项目号称投资2000亿元 项目延长江而建 全长超10公里 总占地超15平方公里 房源约有10万套 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 以田园风光 养老休闲闻名于世 青山绿水飞鸟 这里本就是数一数二的旅游度假区 吸引无数想买上海房子 走上人生巅峰的买家 结果项目成了鬼城 业主惨遭收割 据上海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 十三五规划显示 常住人口规模控制要在70万人左右 绿地长岛一个项目 却能引入人口超20万人 新建建筑高度原则控制在18米以下 绿地长岛却建了一排排总高17层的高楼 高度已超过控制高度的近二倍 媒体称早在2016年 绿地长岛的建设体量和楼宇高度 就被认为违反长江大保护 并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总体要求不符 然而绿地长岛却在持续不断地盖房 2014年前后 绿地旗下公司以1000元左右的楼面价拿地 推介楼盘时 上海、洋房、别墅、同步欧美生活等关键词颇为抢眼 文章中直言 价格低、不限购 坐拥一条高铁、两条地铁 未来很有可能滑入上海 所以绿地长岛升值前景非常大 2016年开盘时 绿地长岛一度成为购房者的热盘 单价1万多元每平米 据说二小时卖出1000多套 不过当业主们买了房 坐着成为上海房东的美梦时 残酷现实接踵而至 2017年上千名业主收房发现 精装房变精下房 卖家绣、样板房是这样的 买家绣、验房罩是这样的 各处吊顶内管道都没有衔接和安装 更不要说其他隐蔽工程了 整排西边套的落地窗 全部都是摇摇晃晃 被风吹都会剧烈晃动 非常危险 多家业主房型层高不足 根本无法生活 装修只能用四个字概括或不对版 业主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概括 欲哭无泪 长岛没有烂尾 却变成了一座鬼城 最明显的特征是 楼盘没人住 据绿地长岛业主提供的数据显示 项目入住率只有1% 这意味着 就算十万套房子全卖完 也只有1000户入住 周边10公里内多为荒滩或农田 白天行走期间先有人烟 到了项目所在地后 不仅人烟未见增多 原本干净整洁的道路两旁 反而被白色垃圾和建筑垃圾混合体所充斥 由以岩浆大道最甚 到了夜晚 鬼城实至名归 实际上 崇明岛大部分归属于上海 北部有一部分属于江苏南通 一小部分属于海门市海永镇 另一部分属于启东市启隆镇 绿地长岛所在地 正是启隆镇 而且绿地长岛所在的启隆镇属于旅游度假用地 有的人发现 除了一些工作人员照料马匹之外 基本没有游客进入 更残酷的是 一些业主发现 小区的水电竟然是临时供给的 也就是工业的用水用电 不是国家的正式供水供电 有入住的业主深受其苦 自来水有明显泥沙沉淀 经常洗澡的时候断水 晚上点蜡烛 更可怕的是坐电梯停电 比起这些 家电长期由于电压不稳造成的损失 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反映到上海崇明区发改委 得到的答复是 自2016年12月起暂停江苏启东市启隆镇 海门市海永镇区域新开发房地产项目的 正式用电申请 反映的相关事项不在崇明区管辖范围内 建议向启东市反映求证 找绿地协调 事实上 绿地不仅多家旗下公司被公开催债 截至2020年12月末 公司资产负债率88.28% 总公司负债已超1.1万亿元 还被爆出精装修偷工减料 强制员工购房 拖欠施工方工程款 以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消息 绿地深陷泥潭 动叹不得 业主大梦初醒 却只能自求多福 4.浦东汇南镇 作为浦东南部中心区域 汇南的起点相当高 毕竟这里当年是南汇县制所在 毕竟当年南汇又是中国十大副县之一 2003年汇南镇这里就规划了50万平方米的超级商业综合体 各方投资300亿元打造的五角世贸商城 在2003年大部分地区都没见过大型商场的时代 一个50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的有多震撼 所以当时也提出了上海之最 上海最大的商贸中心 五角世贸商城 磨磨蹭蹭直到2009年建成 这一商贸城在研发时 也有一部分人觉得它发展趋势可以促进周围的地区 因此都在这里展开了项目投资 但建成后却一直闲置 仅有的几家商铺也迅速倒闭 如今也成为烂尾工程的受害者 截止2017年7月20日 一万多套商铺最终卖掉了9310套 那些买了商铺的业主 是欲哭无泪 商铺租金遭拖欠 现金想卖也卖不掉 至今仍在维权中 2021年5月这里准备重新招商 依旧是上海之罪 打造上海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基地 农贸市场是最低级的商业形态 低级到接手的开发商都不想要 屡次建议上农批搬走 租金更是低至1.08元每平方米 几近免费 汇南镇烂尾的不仅是商业城 还有大学城 在松江大学城还在规划施工时 南汇大学城都已经开始招生 不过后来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水产大学 上海电力大学陆续搬走 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停止招生 南汇大学从此一蹶不振 一所本科学校都没有了 有人建议改名为南汇大专城 汇南烂尾的不仅大学城 还有道路规划 汇南现在整体已引入洞签房为主 其他市政规划推进极慢 许多断头路都不打通 当地有的人判了多年路 至今也未修通 这些烂尾项目的背后 是汇南镇整体地位的下滑 也被网名称是上海坑爹区域之一 房子买到就砸在手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啊 下回再见